夏天宇宝 明媚做有料 我让你知道 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 美妆 看到我们这些人头了吗 我们来猜一猜 这都是谁的头 你们猜一猜这个是谁 我叫张玉琪吗 这应该是潘姆吧 潘姆 潘姆 来 我们来看一看 到底是谁的呢 潘姆 就把那个 假结毛的那个 拔下来然后粘上去 放进去里 平时我不太喜欢太重的化妆 我喜欢淡淡的 对 这是裸妆吗 这是桃花妆 对 就粉嫩嫩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你的化妆包好不好 我发现了 这有很多口红的色号 天哪 好多 这里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十三 好多 红枣色 我也最爱 这个颜色我很喜欢 然后Yumi和VG跟我说 她很喜欢这个颜色 我上次回泰国 就带给他们的 她送我了 你们三个都有 我有观察到一个就是 她的嘴巴的唇色涂的 跟其他人的嘴巴不太一样 你是用什么涂的 我是用这个涂的 这不是眼影霜吗 本来是 它也可以变成唇霜 对 你这么多唇色 那我们一起来玩个游戏好不好 这个游戏叫做 双黄涂口红 好 准备 三 二 一 开始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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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到了 嘴巴在哪 嘴 往后 嘴在哪 这里 上一点 这里 好 来 你们 你别笑 你这样 摸摸摸摸就好了 不用再画了 你也太可爱了吧 左边吗 在左边 我有一个办法 我在这里不动 你来开始移动 Miko 在这边 我心里很聪明 太吓人了 阿胆太可恶了 真分多秒 这个时间真的 我的妈呀 三 二 一 时间到 耶 哇 还有 我觉得好看 对着我们的镜头展示一下吧 我的天啊 好可怕 我的天啊 是吧 天哪 我看一眼 我看一眼 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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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们看看自己吧 接受镜子的烤位 天哪 天哪 你怎么回事 我的天啊 喜欢吗 哇 不一样的我 你喜欢泽龙给你涂的水吗 是手抖吗 我觉得挺有艺术感的 其实这是我们设计好的 看出来你们的设计感很强 看来别人涂的都没有太大的安全感 自己涂的是最大的安全感 好 然后我们谢谢我们的Yumi 米可 还有泽龙 谢谢 其实我有 就是两种 砖头发的 砖头发的 砖头发 卷头发 卷刘海 怎么卷 是用纸卷的 用纸卷刘海 你们也用纸卷刘海吗 不用 没有 没有刘海 对 玉琪可以当模特 他今天刚好 有请我们的张玉琪同学 他们现在刘海不能卷 对 但是就想看看 太高了 不能卷 泽龙可以卷 就用这个纸卷吗 对 是我们本子的那种纸 这好透过 往里面卷 还是往外面卷 你说往外面卷 卷一个外一番刘海 我好好奇它能粘得住吗 或者脸上的油给它粘住 对 擦一点 先这样子 你这是什么秘密武器吗 皮筋 对 绑住对吧 对 泽龙我爱你 为什么卷头发还要表个白 他经常就是 突然 这样子 突然表白 一般要夹多久 不到十分钟就可以了 好 好 我们十分钟后来看一下成效 谢谢温乐泽 还有那个第二的办法就是 有的时候我时间太紧了 我会坐摩托车去工作 我就把我的刘海这样子 然后用我的手指 然后我就这样子 然后我就在他的后面中 我就这样 然后那个风就直接吹 对 然后风就 就来 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子 然后就一起卷是吗 对 然后我坐摩托车 我就这样子做 然后别人看到我的手很奇怪 我就很尴尬的这样子 到公司的时候 我的头发就变很好看了 好的 谢谢 谢谢 我们的Pen 我对这个火烧梅 我蛮感兴趣的 大牛 一看就是大牛 因为只有大牛喜欢把眼影画绿色黄色 来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大牛的三二一 有请我们的大牛同学 你这个是化妆包吗 感觉是个外卖 就是大牛是他的 他这个像那个冷藏包 就是那种材质做的 真的吗 这是什么 护肤品小样 你平时是会囤小样吗 就是它很方便 然后会比便宜 然后就是你可以享用的时候 就随时就买就好 你很会持家 发现 这是什么 这是眼影 这些都是眼影吗 对 你的眼影盒好多 他超喜欢画眼影 你再看一下 三二一 五颜六色的彩虹 然后这里也是 这里也是 这个盒很好用 这个很好用 因为我也有 其实买很多 用的就是那一个 也是 是这样的 腮红蜜粉 不要开 这个是有故事的蜜粉 有一天 李泽龙要张雨琪帮他画这个腮红 然后我出去了一趟 回来以后 他说这个碎了 碎了 我说 好吧 就是那种好吧 然后 有一天 张雨琪过了一会儿 又要用 这个盒子你这样打开 它是可以的 它这样 这个腮红它已经漏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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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魁祸首的两个人坐在那里 哈哈大笑 哈哈 哈哈哈 哎呦 我现在就是每天用它 就是每天这样这样 哈哈 一拍两拍才敢开 才敢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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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丹妮 谢谢 谢谢丹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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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东你的刘海可以拉 拉上来了 我好害怕 这很卷吗 我觉得我更害怕 好 谢谢丹妮 我好 挺好 很可爱 好可爱 可爱 好看 好 我们来看一下泽龙的 为什么没有眉毛呢 因为我没有眉笔 我不会画眉毛 平时也不画 我还发现了一个东西 大家看一下 眼线是画一般的 为什么 因为她不会画那眼线 其实我是混进来的 我不是会化妆的 你会化妆 你看你的这个位置的阴影 都打得很好 这不是阴影 叫腮红 应该是你用一个东西 画出来的 她的化妆包 好可爱 她的化妆包真的很独特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什么 腮红 和眼影 就是你腮红跟眼影 是用 一起用的是吗 对 因为我没有眼影盘 你这个质是怎么加进去 你没有眼影笔 我用眼线笔画的 你有眼线笔 对 你很想拥有一颗质是吧 对 有质之人很好看 对 谢谢泽龙 谢谢 你们猜一猜这个是谁画 张语奇吗 张语奇吗 张语奇的 这个星星也有 明彩的 但这个眉毛 是全场画的最好了 谁他就是 这就是我们美琪画的妆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她平时化妆都用什么神器好不好 好 请我的美琪学姐 我在网上有看过 这是之前很火的一个妆吧 星星成妆 如果涂成这样的话 怎么吃东西 所以她只是为了拍照用 拍照 拍东西 我们想问一下眉毛怎么画 对 眉毛太好看了 我其实建议你们用眉粉画 眉粉 你如果哪个地方画的不满意的话 用遮瑕膏修 那我们来看一下你的化妆包好不好 好 这是那个死亡芭比粉 这个怎么就可以用死亡来形容呢 因为它是荧光肥色 那给VG图一个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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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请一下VG VG 参赛鼓励 很适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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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嘴唇就变成咬唇妆了 是咬唇妆了 咬唇妆了 原来这叫咬唇妆 太好看 美琪我看到你这还有打火机 烫睫毛的吧 好 怎么烫 睫毛为什么要烫 就把它烫 就这样 会挺烫吗 不会 你试好了再放 你们觉得谁的睫毛比较长 VG VG VG是最喜欢画睫毛了 但我今天的够翘了 我觉得想让张玉琪试一下 对 我也觉得 可以试一下 看可不可以夹翘 玉琪 来 玉琪是想躺着也中翘了 回头我也试一下 我会试好了再给她烫 真的 真的 马上就往上翘了 我会试一下 我会试一下 我觉得你平时可以学着烫一下自己 大家来猜一下哪个头是VG 最黑的 鲁蛋头 这个鲁蛋是谁 我的 这个是我的 这个是李琪的 是我的 我平时化妆不会化那么丑 只是对她而已 对她而已 她怎么你了 你讲解一下这个妆平时怎么化的 就是我这个妆她化的不太好 因为这个假人真的很难上色 我的嘴也不会涂成这样 我的眉毛我喜欢 平时直接用睫毛膏刷 为什么用睫毛膏刷 因为我喜欢自然一点的野生眉 而且她有毛束感 对 然后我喜欢有眉峰 但我不喜欢那种大条眉 就是我可能她的轮廓感 就是她的阴影修容的打的位置还蛮欧美 所谓的欧美画法 但是其实别的东西都是适合我自己的那种 你这个盘很酷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个是修容盘 修容高光 这也是修容 然后还有一点遮瑕的 然后我来再讲一下我的妆的一些东西 就是她的修容很重要 然后我教你们个技巧吧 怎么样 就是很多人她修容可能只会打这边 像我双下巴比较严重 你可以把双下巴也带到 这下额线这边比较明显一点 然后就是你的额头 大家都会往这边打阴影嘛 但其实你可以往这两边再打一点点阴影 这样子会让你中间一块更加饱满 更像一个鲁蛋 我真的 我这个妆我可以画得很好看 真的就是这个头的问题 好 谢谢VC 张雨琪知道我的妆画得多好 来 我们来直接看一下最后遗留下的人头 有一个妆特别吸引我 张雨琪 有请雨琪同学 你平时也是这样打底的吗 这个事就不回来了 而且她没有眉毛 是为什么 是因为这个真的眉毛 但你不画眉毛 是你平时出门也不画眉毛吗 平时画但是用的东西很少 但是一定要用 说到这我就想看一下你的化妆包了 来 请开包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喷雾 对 这上妆前一定要喷的吗 对 然后上完粉底之后也会 那 这样很像猪刚烈 猪刚烈 猪刚烈是她 就是油光满面 之前给别人画过妆吗 我给大牛画过 你给大牛画过 天哪 这就是我们的灵魂画手吗 她只画了一半 就快用了两个小时 但你知道这个嘴是怎么画的吗 用眼影加唇用 谢谢 谢谢我们的张雨琪同学 谢谢 是不是还有最后一个 她的造型感很强 还有一个小戏 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 她的眼影的两边的颜色是什么 就不一样的 一人画一边吧 一看就是白兔 这到底是谁画的呢 Yuko Mimi 好的 我们有请白兔 我们先说一下头上这个妆吧 这是我涂的 缺乏颜色 所以我们就想说 就涂这个很亮的 那其实平常不会这样涂 因为这太闪了 上台的时候才会亮 上台可以涂一下 涂在头发上 有一次VG是水晶舞台 所以她就全身都是闪的 那个就代表水晶 眼影我们其实挺喜欢画的 相声人爱呢 相声人爱呢 女生还蛮蛮喜欢的吧 我们之前是不喜欢涂口红的 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如果不涂口红 我们的唇是本来就是有点粉红色 但是你们这个口红组得很好看 直到来到明日之子之后 看就是身边的朋友们都爱涂口红 然后就我们要不要试一下 然后后来就上瘾了 我们自己就一个口红的颜色 因为我们也知道嘛 就是你们是双胞胎嘛 所以你们的 平时的妆容会有区别吗 有 我大概十分钟就换完了 然后妹妹可能就花两小时换一个妆 没有酒 我觉得我很着重在那个粉底 粉底 对 粉底 因为我觉得粉底很重要 就是打底太重要 因为可以维持一整天 姐姐呢 姐姐是眼线 我现在着重眼线 怎么知道呢 你眼睛垂下来 眼睛垂下来 就我眼睛是比较往下 所以我就可能会把往上画 就VG也是往上画的 能够倾向的 对 你们会有什么遮瑕的小技巧吗 有啊 绿色的遮瑕膏 我就有啊 绿色的遮瑕膏 绿色是遮 就是红血丝 痘痘 对 我是一些比较红的地方 你那个纸袋是什么 因为姐姐 每一次都不带化妆包的 我是个男人 不带化妆包 我觉得很麻烦 我就很讨厌很麻烦的东西 不会怕丢吗 不会 我就是散的 然后放装进包包里 对 扔进包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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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这七个人头里面 要选出一个画得最好的 三二一 谢谢 好 恭喜我们的拍 获得我们今天的 宁媚美妆界的这个灵魂画手 恭喜 谢谢 谢谢 宁媚最有料 都让你知道 拜拜 拜拜 哈喽大家好 我们是 八九九两 五六七走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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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来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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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O-D G-O-O-D G-O-O-O-D G-O-O-D G-O-O-O-D V-U-U-A-D G-O-O-D